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最近接受了两场重量级的采访 在采访中,他除了表示让特朗普不再连任四年是为美国做了件好事之外 还透露了其未来的一些重大外交内政举措 其中的对中政策与疫情防控措施格外引人注目 在中国议题上,他表明不会撤销目前在贸易战中 美方对中方出口产品征收重关税的政策 议会联系盟友,想方法制衡中国 他一透露,将呼吁美国所有人在其上任首100日戴口罩 并强制美国政府大楼内要戴口罩,希望压抑现在严峻的疫情 并会继续让美国疫情专家安东尼·福西继续担任首席医疗顾问 领导政府团队对抗疫情 早在特朗普上台后不久,认为与中国贸易逆差问题严重 以及指控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严重 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双方互相征收额外关税 拜登对纽约时报表明,不会立即采取行动 去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美国近一半产品征收25%关税的措施 亦不会撤销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有关协定要求北京在金明两年度额外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 但中国旅行进度大幅度落后 他说他希望推行真正能在遏制中国恶性行为上取得进展的贸易政策 即窃取知识产助,倾销产品,非法企业补贴,以及强迫美国企业向中国同行转移技术 不仅如此,拜登称还会全面审查与中国现有的协议 并会与亚欧盟友磋商,制定连贯的策略 我认为,最佳的中国战略是使我们每个盟友,至少是以前的盟友都能够立场一致 对我来说,在总统任期首几周,让我们回到与盟友立场一致将是首要任务 这将会是与特朗普不一样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的大前提下 传统美国盟友不一定能获得美国足够的保障和支持 另一些盟友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 拜登在访问中强调,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制衡 但这是美方暂时还没有做到的一点 报道指,要在制衡取得优势 需要两党在国内有一些微好的旧产业政策达成共识 例如,政府主导美国研发、基础设施、教育等大规模投资 以更好与中国竞争 由此可见,拜登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显然更加深入 同时,在心中或许早已酝酿一套强有效的对华措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 目前,美国路德超过1400万宗新冠确诊个案 超过27.6万人身亡 对此,拜登在CNN专访中表示 上任会叫美国民众戴口罩100日 认为这有望大幅减少确诊人数 然后,政策还未出,便有宪法专家指出 总统无法定权力去下令美国民众戴口罩 拜登称会与副总统哈里斯做榜样戴口罩 并指行政权利有权包括美国政府建筑物 他有意行使有关权利 目前,美国航空公司、机场、大部分公共运输系统 已要求乘客和员工遮盖脸部 特朗普政府反对美国卫生专家 呼吁强制在交通工具戴口罩 但拜登说,交通工具、垮州运输等、飞机和巴士等等 你必须戴口罩 另一备受关注的是美国疾控专家安东尼·福西的去向 拜登表示,将继续任命他做政府新冠团队的首席医疗顾问 至于即将在全美开始推广的新冠疫苗 拜登强调,自己会很高兴亲自接种疫苗 去释除公众有关疫苗的疑虑 三个前总统奥巴马、布什和克林顿 也表明愿意公开接种疫苗显示其安全性 根据皮油研究中心的调查 仅60%的美国人准备接种疫苗 比9月时的51%稍微高一点 拜登上台之时 江镇市美国大型药厂开始运送数以百万剂疫苗 运送到美国各地的时候 英国此前已成为全球首个国家批准辉瑞公司所研制的疫苗 辉瑞称奇疫苗临床测试有效度有95% 另一所药厂莫德纳抑制有效程度达94% 两间公司都向美国当局申请 希望尽快把疫苗给予公众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 拜登表示首要任务是让国会通过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 他担心人们失业太久会难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学生也因在学校错过了一些时间而落后 令很多人失去机会 一些人义正担心不知道如何支付房租和楼房贷款 这对经济或有严重的长期损害 但事实上 现如今参议院仍在共和党手中控制 如若明年一月份参议院无法重回民主党手中 这份经济刺激法案是否能通过 依旧是个悬念 拜登表示 他有信心说服那些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大佬 届时 他是否言出必行 就让我们继续等待吧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